这个短发女人太贪财了 扔下一个行李袋 要求沙拉在半个月之内把袋子填满 而且还必须得是美金 沙拉气的疯狂飙脏话 可是短发女一把薅住她的头发 顿时把她给震住了 还爆出了她之前吸毒的秘密 沙拉气炸了却十分心虚 却只能乖乖给钱 爆料沙拉的秘密的人是孙明悟 他们高中时都曾霸凌过短发女东恩 东恩以一笔巨款为诱饵 就顺利地让孙明倒向她的阵营 东恩的复仇也不仅停留在要钱 她要让霸凌过她的坏学生全部得到惩罚 她第二次约见小跟班 给了她一个医院的地址 小跟班循着地址找过去 竟然在太平间找到了一具停放了18年的女士 原来这具女士是东恩高中时期的同学 也被霸凌团欺压得十分悲惨 浑身伤痕 最后还被他们推下楼 制造出了跳楼自杀的假象 当时东恩就在楼下 亲眼见到了朝夕的尸体 还从他手里捡到了一个名牌 上面写的名字正是朴延真 小跟班得知秘密后非常得意 以为自己能利用这个秘密大捞一笔 小跟班立刻打电话给霸凌团的其余四人 一要挟他们给钱 只可惜他太不中用了 同时招惹了四个不该招惹的人 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被人砸得血流满面 最终死不瞑目 霸凌团中的狗腿子小跟班 终于为他曾经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镜头一转 延真让庸人找来双羊水 支开庸人之后 疯狂地擦拭那双绿色的高跟鞋 想要除掉鞋底沾染的血迹 难道他就是真凶 正在他慌乱的时候 他妈的老乡好打来电话 说已经查到了东恩的资料 让他过去一趟 而东恩此时也没闲着 而是根据小跟班生前提供的信息 找到了霸凌团中的慧敬 高中时慧敬靠讨好其他三人 才幸免于难 没有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长大后成了空姐 东恩找人在洗手间调包了他的手机 从他的手机中得知了他金主的信息 于是便和他的未来婆婆搞好关系 然后故意在他的面前 表现得和他婆婆关系十分要好 慧敬生怕东恩把他以前的丑事抖出来 心虚地找到东恩 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他跪下 可是东恩一脸冷漠 根本不把他的下跪放在眼里 然后一脸哀求 求东恩放他一马 如果东恩不放过他的话 他真的会死 可是东恩完全没有被他卖惨的样子骗到 而是从旁边的灶堂里抽出一根燃烧的柴 直直地对向他的脸 东恩突然抽出一根燃烧的柴 竟直直地对向慧敬的脸 一脸冷漠地看向他 慧敬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大骂他是疯女人 可是明明是他自己霸凌东恩在先 现在却敢理智气壮地指责受害人 你明知道这样不对 会让人受伤 而那就是你高中时每天会对我做的事情 原来东恩是在报复高中时霸凌过他的人 他不甘心高中时欺负过他的人 不仅得不到惩罚 反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东恩笑着说只要慧敬做好最擅长的事情 他就不会去慧敬的准婆婆面前 揭露他以前的丑事 否则就要他身败名裂 于是东恩便让这个新的内鬼 打电话报警 将孙明雾失踪的消息同给警方 慧敬虽然十分吃惊和害怕 但是也不得不照办 他报警之后霸凌团的沙拉十分愤怒 疯狂输出家豪头发 慧敬为了不饮火烧身 只好说自己是出于担心才报警 最终才没有落得孙明雾一样的下场 同时何道英使追问孙明雾是谁 似乎他也受到了孙明雾的威胁 在俊则问他是否也收到了什么 何道英反问在俊收到了什么 俩人很快结束了对话 何道英回家后追问颜真 和东恩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颜真却避而不答 何道英没有在追问 但是显然并不打算就此放过 很快颜真又遇到了另一个超级大麻烦 在俊发现了颜真女儿的真实身份 其实依律是颜真和他的女儿 先是找来律师想办法 把依律的抚养权夺过来 又跑到学校参加依律的家长会 故意在何道英面前秀存在感 还找到颜真质问 愤怒于他竟然敢带着他的女儿 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一伸手竟然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男人死死地掐住女人的脖子 一脸愤怒地质问 随后男人又问女人 究竟是一开始就不知道还是 明知道怀孕了却还是选择嫁给何道英 下一秒俩人又吻在一起 就好像俩人在婚前 无数次发生的不正当关系一样 可怜只有何道英一个人 不仅被戴了绿帽 还要帮别的男人养女儿 当然何道英也不是傻的 他从颜真的口中打探不到消息 自然就想到了东恩 立刻约了东恩见面 东恩点了点头 何道英又问他学围棋 是不是也是接近他的手段 东恩也没有否认 何道英又拿出之前收到的照片 问是不是东恩寄给他的 东恩笑着说 何道英又问他的住址 俩人这才结束了对话 东恩接到信息 教他下围棋的小奶狗约他见面 他欣然赴约 小奶狗却劝他收手 不要再复仇了 东恩突然笑起来 表情十分怪异 好像在嘲笑他的天真 然后拉开自己的袖子 给他展示自己手上的疤 小奶狗一脸震惊 东恩走到灯光下脱下裙子 全身上下竟然没有一块好地方 全是高中时期被笑爸们 用烫发棒烫出来的伤疤 小奶狗绷不住了 忍不住为他落泪并表示 就这样东恩集有了最后一个帮手 再加上之前的无意间结识的间谍大妈 还有高中时期的笑姨 甚至还有那个神秘的房东太太 他们身上都背负着某种仇恨 而东恩似乎成为了他们 启动仇恨大门的钥匙 而言真此时已经发现了东恩的住所 东恩将如何应对 又将如何继续惩罚这些坏人 即将在三月份播出的续集 将会给出答案